他可能是电影史上最可爱的机器人之一 有着朦朦的铁皮脑袋 简易的机械手臂 瘦削的金属身躯 履带式的笨重双脚 还有聪明的大脑 幽默的性格 善良的心灵 以及一个又土萌又霸气的名字 叫做霹雳五号 因小伙伴的要求 今天带来一部有趣又欢乐的经典科幻电影 霹雳五号 让我们一起来怀旧一下吧 一家名叫诺瓦的科研公司 研发了一款代号霹雳的军用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一共只有五台 它们配备了最先进的机关武器 无论是战车还是坦克 在它们面前就像玩具一样不堪一击 公司总裁得意洋洋的向军方展示了这批机器人 然而展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天空突然阴云密布 电闪雷鸣 总裁只好临时结束户外演示 并邀请大家一起进入实验室内部 继续参观 那五台机器人也被收到发电机旁进行充电 谁知突然间 一道闪电意外击中了机器人五号 消灭中的五号发出人类般的惨叫声 身体也随之抽搐起来 工作人员立即对它进行了重启 好在五号还能正常运行 工作人员也没当回事 没想到的是 这道闪电似乎打通了五号的任督二脉 让它拥有了自我意识 自动返航过程中 它咚丑丑 稀看看 仿佛第一次看到这眼花缭乱的世界 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就在五号走神的时候 一个推着垃圾桶的清扫机器人 将它一起推进了收垃圾的货车 司机对此毫不执行 拉着五号一起离开了诺瓦公司 半路上五号被一只美丽的蝴蝶吸引 追着蝴蝶跳下了垃圾车 迟迟不见五号归队 诺瓦公司终于发现了异常 负责研发这款机器人的科研人员 名叫罗比 他调取了五号的定位信息 发现这个铁皮小家伙 竟然独自离开了公司 得知五号刚刚被闪电批中 罗比以为对方只是出了一点小故障 只要将其关机 然后根据定位把他找回来就行 可是当他试图远程关机的时候 却发现系统失灵了 他根本无法操控五号 这下所有人都慌了 毕竟五号身上 安装了杀伤性极强的激光武器 危险性极大 公司赶忙将五号走丢的消息 告诉了军方 军方立即派出装甲车 搜捕五号 并下令一旦出现异常情况 就将五号暴力摧毁 罗比不忍心 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 也开着一辆车外出寻找五号 另一边 刚刚追丢了蝴蝶的五号 正在马路上到处闲逛 装甲车根据定位追上了他 可是车子的视野太小了 车内的人根本没有看到 近在眼前的目标 等五号仰起头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 装甲车正推着五号 在高架桥上快速行驶 驾驶员被突然出现的五号吓了一跳 结果一激动 将对方从桥上撞了下去 坠落而下的五号也不慌张 他慢悠悠地打开了降落伞 平安降落在一辆快餐车上 车主是一个名叫芬妮的漂亮姑娘 她没有发现从天而降的五号 一路开着车将她带回到自己家中 芬妮刚到家就和前男友大吵一架 芬妮的前男友是个无赖小混混 两人分手多年 前男友还是屡次上门纠缠 芬妮非常有爱心 受养了很多无家可贵的小动物 前男友这次上门的目的 就是为了将芬妮受养的流浪狗偷走卖钱 将男友赶走 喂好家里的宠物之后 芬妮终于发现了藏在车里的五号 她误以为五号是从其他星球远道而来的外星人 于是热情的将对方哄到自己家里 五号好奇的东张西望 热情的芬妮忙着给她介绍屋内的每一件物品 五号对阴满文字的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快速翻看了一本又一本书籍 将书内的知识快速录入了自己的系统 一会儿功夫 芬妮所有的藏书都被五号翻了一遍 求知若可的五号随后又看起了电视 经过一整夜填鸭式的学习 五号不仅认识了屋内的东西 学会了人类的语言 甚至还给芬妮做起了早餐 在和芬妮的相处中 五号变得越来越像个人类 看到天上形态各异的白云 她联想到犀牛 海龟和汽车 看到暖黄的落日 她忍不住赞叹夕阳真美 芬妮家的宠物狗对她狂吠 五号害怕地往后退去 结果不小心从阳台掉了下去 芬妮赶马检查了五号的伤势 好在没有摔坏 不过她也发现 五号根本不是什么外星莱克 而是诺瓦公司生产出来的机器人 芬妮对此大失所望 在她看来 诺瓦公司就是研发战争机器的大坏蛋 所以五号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芬妮随即拨打了诺瓦公司的电话 想让他们把机器人领回去 军方接到通知 立即派出好几辆装甲车 前往芬妮家的地址 好奇心虚实下 芬妮顺口向工作人员问了一句 五号为什么会离家出走 工作人员解释称 五号出了一点小故障 具体问题还有拆卸检查之后才知道 五号得知自己要被拆卸 整个机器都不好了 按照她学到的知识 拆卸就等于死亡 五号不想死 她冲上芬妮的餐车 花了几秒钟时间阅读了汽车说明书 匆匆学会了驾驶 然后开着餐车 跌跌撞撞开始逃命 芬妮正好从后门爬进驾驶室 站在旁边现场教学 五号一路跌跌撞撞 最后差点将车子开进河里 好像芬妮及时提醒 她才踩下刹车停了下来 五号告诉芬妮 自己不想被拆卸 不想死 芬妮这才意识到 五号虽然是个机器人 但她非常聪明 还拥有了人类的情感 芬妮开着后悔 给诺瓦公司打了电话 这时五号的创造者罗比 也根据定位找了过来 芬妮将五号的情况和恐惧 告诉了对方 罗比并不相信 五号会拥有人类的情感 但她答应芬妮 一定会善待五号 五号这才颤颤巍巍地 从车里走出来 就在这时 好减辆装甲车赶到现场 他们二话不说 就对五号发动了袭击 密切的子弹 打得五号遍体鳞伤 五号无奈之下 开始用激光武器反击 但她根本不忍心 伤害这些士兵 所以刻意将激光射偏 罗比慌忙站出来 挡在五号身前 士兵这才收手 接着罗比关闭了五号的电源 五号被拖上货车 押回公司 半路上 休眠中的她竟然醒了过来 并打开了自己的电源 还用车上的工具修复了身体 随后 五号又夺过押送人员的手枪 将人赶下车 自己开着车扬长而去 途中 她发现身上的定位装置 于是顺手将装置拆下来 扔进了和她擦伤而过的汽车里 这下 诺瓦公司就再也无法定位她的位置了 做完这一切 五号淡定地唱着歌 驱车回到了芬妮家里 再次见到五号 芬妮高兴极了 一人一机器 就像一对默契十足的老友 在家中翩翩起舞 度过了文心的一晚 第二天 五号早早起床 给芬妮准备了早餐 这时 芬妮的前男友再次上门纠缠 看到五号 前男友心中一喜 原来五号再次丢失之后 诺瓦公司就发出了悬赏通告 前男友打算将其送去灵赏 不料机制的五号几秒钟内 就把前男友的汽车拆成了碎片 恼羞成怒的前男友 掏出一把手枪 准备击杀五号 五号随手捡起汽车零件 将所有子弹都挡了回去 随后 他还用身上的激光武器 将对方吓跑 前男友离开后 还嘴不饶人的威胁说 要去诺瓦公司举报两人 芬妮只好开着五号抢来的车子 带着他开启了逃亡之旅 可是这么漫无目的地逃下去 也不是办法 半路上 五号决定请求罗比帮助 为了保护五号 芬妮让他躲在一个小树林里 然后独自一人 在附近的酒吧约见了罗比 一番交谈之后 罗比虽然依旧不相信 五号拥有了人性 但他保证 五号回到公司之后 不会被拆卸 两人刚打成共识 一队人马就围了上来 准备抓捕芬妮 原来公司和军方跟踪了罗比 危急关头 五号及时出现 救出了芬妮 他们开着车继续逃亡 结果开了半路 车子就出了故障 芬妮很生气 他误会是罗比出卖了他们 于是堵气似的告诉五号 下次再有追兵 就用激光炸飞他们 五号温柔地告诉芬妮 炸飞就等同于拆卸 拆卸就等同于死亡 他不想让人类死亡 芬妮一睡着之后 五号找到了罗比 并挟持对方来到芬妮身边 试图解开两人之间的误会 五号的言行 让罗比产生了疑惑 他看到了对方的语重不同 为了测试五号 他将果汁倒在了报纸上 果汁晕染开来 变成了一只蝴蝶的形状 罗比问五号 报纸上的是什么 五号想了想回答说 看上去像是蝴蝶 罗比惊喜极了 因为只有人类的大脑 才具有联想的能力 普通的机器人 只会按照程序行事 罗比随后检修了五号的线路 很快意识到 应该是那次闪电 让五号拥有了自主意识 罗比刚准备起身去拿别的工具 就被绊倒在地 原来调皮的五号 刚才偷偷将他的鞋带系到了一起 这个铁皮小家伙 不仅拥有了人类的情感 还养成了幽默风趣的性格 罗比既惊讶又高兴 贴心的五号 还自发当起了罗比和芬妮的红娘 将两人撮合到了一起 虽然罗比彻底站到了五号这边 可是诺瓦公司和军方 依旧不想放过这台机器人 他们始终觉得 五号会伤害人类 大批追兵随后赶到 将三人团团围住 罗比把五号藏在自己的车里 芬妮用身体挡住汽车 竭力为五号辩解 可是没人相信他们 军方将两人拉开之后 开始向车子开火 躲在车内的五号 只好冲出来一路狂奔 这时 一架武装直升机追上来 发射了导弹 五号被炸成了一坨废铁 追兵见此情形 欢呼着将残骸拖上车 罗比因为不停指挥 被领导当场炒了鱿 无比失落的他开着车 带着伤心的芬妮离开了现场 路上 两人突然听到车厢里 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原来 聪明的五号根本没有死 他用罗比车里的零件 拼撞了一个替身 现在替身代替他死了 五号终于自由了 故事的最后 五号开着车 带着两人开开心心的 踏上了新的旅程 他们准备接上芬妮家里 养的小动物 一起去罗比的老家生活 霹雳五号上映于1986年 距今已有30多年的时间 但现在来看 依旧妙趣横生 本片还有一部续集 如果小伙伴们喜欢的话 天成会继续讲解给大家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 喜欢 玄幻 魔幻和科幻电影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下期见